他与李克冉一起被誉为北里南路 以深厚的功力 博学的材实 非凡的创造力 开创了当代山水化 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 树立了中国的国家 中国山水化的一个里程碑 大收藏家徐邦达 都对他赞誉 五百年一人而已 这位名家便是陆言绍 陆言绍通晓历史名家名作 但不知为什么 唯独对杜甫诗作 自小情深一筹 有意思的是 这位一千两百年前的诗圣 竟与陆言绍一样 患有哮喘 显然相同的境遇 让陆言绍对 杜施的认同刻骨铭心 1937年 日军又一次进攻上海 陆言绍不愿在 沦陷区当顺民 随夫老挟其弃而 悉行避难 流亡颠簸的路上 仍然是一本杜施 伴随着他 在经历了战乱和国土沦丧后 残破的山水成了画家的切伏之痛 这片山水成就了伟大的杜施 也是杜施后半生 漂泊的依靠 于是 这种游历 又成为了陆言绍 内心复杂的一次平调 流域属地 顿而难安 樊闷中 陆言绍常常独自徘徊在嘉陵江畔 看大江东去 探相关远隔 解放后 北京上海两地成立了中国画院 陆言绍和上海六十位老画家 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他开始酝酿着一部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杜斐诗意白开册 1962年 杜斐诞辰1250周年 陆言绍正式绘制 杜斐诗意白开册 三个月中 陆言绍总共完成了 108幅杜斐诗意图 他从中精选了100张装表成册 这部册页 很快就在画界流传开来 这年秋天 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壽 邀请陆言绍到浙江美院监客 并将这套杜斐诗意白开册 展示在教学大楼走廊里 轰动一时 观者不觉 42年后 杜斐诗意白开册 以6930万元 在北京的拍卖会上 一锤定音 创下了世界上 中国书画的最高拍卖记录 这是2004年的春天 陆言绍已在10年前去世 晚年的陆言绍十分希望能够在故乡的小镇上建一座艺术馆以培育后人 建筑造好后 他从定居的深圳欣喜地赶回上海 却因为过度疲劳而病倒 病房里陆言绍怎么也不让护士将针头戳到右手的手腕上 他说还要靠他画画 但是他没能等到艺术馆开院的那一天 1993年重阳时节 85岁高龄的陆言绍 结束了生命在此案的行程 带着一份安然自我的甜蛋 病中前 他亲笔为自己写下了木志明 只有五个字 画人 陆言绍